大家好,我是吹银,今天会带来一场圈黄铃尔,欢迎在期207版的时候,你就说这次还是有镇天成队的销身权,来看双方三文选角色,哎,异小鸭顶没有,压住大铺展示度也不上当,现在双方都是比较紧身,但是2200的进攻比较强大,长进一些,CD倒地,轻手下盘,连上一道BC,这就是镇天成的可怕之处啊,摸到机会就是BC连,上了,空中三连撞,我可怜男劫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落地呢,一点血的时候,来看大铺展示继续压制一点血,再给他来一个大铺展 大铺展示对手就撑不住了,其实炸铺展示的意图就在这里啊,已经很明确了,但是安静尔他还在那里跳啊,接着看下一场,也是有点萌啊,下面看肖成全的K49,看到K49我们不得不提一下,满步了,哎,大铺展示,领下过顶,压住再来一个领下,刺了一个蹲防,杰匕杀他并没有上武功手,来看他的第一语何为,后面会接上有武功手吗,进攻BC,武功手,对,哇,看到这个武功手甚是怀念啊,接着 看下一场的,下一场看占天成他第二个角色,而来看他的大门,大门在这个里面依然非常变态,用好的话可以吊打一切,哎,烧,刺,没有连住后车,杉杉寻找机会,K49再次等一下,角落之后蓝之山,这个蓝缠他并就不能抓到,一个杉杉之后重腿BC,现在一个漂亮啊,蓝之山远距离接抓,一个身位的距离,正好把武功手,正好把K49那一个,向前掏的那个手 我,电钻手给抓住,进攻,来一次,对罗再次闪身,K49还是不依不恼啊,这个打法,看蓝之山,这个蓝之山已经被预判,直接连上一套武功手,结果掉他 今天修成全真的是漫步复身了,这个操作,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看占天成的 OK,克里斯我开场又准备搞了个BC,但这一次并没有连住,来看克里斯该怎么办这一把,进攻CD,前烧,寻找机会破墩防后 没有连住,K49机会来了,连招街烧,反边再烧,也好久没有见到这一套连烧街必杀的招式了 17连之后,看克里斯到底该怎么办,好像已经撑不住了,进攻,刺,破墩防,压制,对手一个闪身,已经不行了 大家来,把点赞转发收藏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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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